欢迎收看《E-Worker》的大丁甲 欢迎收看《E-Worker》的大丁甲 我是李华 餐厅受米其林评鉴肯定 总引人好奇 我们要带您看 厨师背后藏有哪些故事 这家不仅是连续四年 蝉联米其林三星宝座 更是米其林评鉴以来 台湾唯一获得三星的餐厅 台积店创办人张忠谋 九十大寿就包下这间餐厅宴客 科技大佬全到齐 打造特色料理的是这两位主厨 从小学习厨艺 一路打拼上来 累积三十多年功力 将传统粤菜在台湾发扬光大 其中这位总主厨 还被称为世界出身 他说做菜态度最重要 还要融入感情 也要有研发精神 他们不只想把好味道留在台湾 还要把手艺传承下去 从切菜备料到炒菜摆盘 师傅们各司其职 穿梭在这之中的行政主厨 陈泰荣 严格把关品质 是摘下米其林三星的灵魂人物之一 传统粤菜中常见的齿椒炒牛肉 是陈泰荣入行学的第一道菜 而这道改良版的蒜头豆豉爆和牛 上等和牛飞粒切成骰子状 高度与宽度锁定在3.5乘2.5公分 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切 每块牛肉就差不多大小 就一样 吃过了 熟度刚刚好 吃五六四左右吧 抓这个熟度 我先把它调味 咽咽一下嘛 那有点味道 有点沙拉油 四十年的厨艺经验 靠的全是手感 十四岁入行的陈泰荣 是澳门人 十八岁时 随着在澳门普京酒店 担任中菜主厨的舅舅 来到台湾 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台湾开放嘛 台湾开放嘛 所以很多香港的师傅 都过来台湾 做这个开个餐厅 有些餐厅啊 有些饮食都很多 搭上这股月菜 流行的顺风车 陈泰荣后来 被招揽进饭店 接触到的菜系更多 但他仍旧钟爱传统月菜 跟我的老师傅 吃了很多的传统月菜 喜交炒流肉嘛 对啊 那我后来 来个移工以后的话 就改一些 不同喜交炒 用这个顺炒和豆豉 双头跟双头坯 都蛮搭配的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河牛来煮出来 我们到时就有链过 双头啊 陈皮啊 还有这个 糖 大火快炒 让河牛骰子均匀受热 肉汁紧瘦在肉里 炒得太深怕带血 炒得过熟又担心太老 火候掌握靠的全是经验 熟到差不多 五都六腿了 不能全走 最中年最后 最后一几砂炒 把炒干炒香 又有焦的味道 我今天没有SOP楼层呢 对啊 不想吃餐的 SOP楼层呢 我中餐的话就在旁边 看到它炒啊 不行了我再炒一盘哦 身为餐厅的行政主厨 除了必须顾好三星招牌 更多的是要将对品质的坚持 传递给厨房的每一位伙伴 不仅仅是手艺 陈泰隆更希望能将传统粤菜的老味道留在台湾 无独有偶 陈泰隆的老搭档 同时也是延览他进来的陈伟强 是整个集团的行政主厨 也为传承付出心思 两人一起试菜研发新菜色 陈泰隆守住粤菜老滋味 陈伟强则以粤菜为底 将各大菜系融合成新味道 广东话有一句俗语 背起朝天 人皆可食 陈伟强的这道自创招牌菜 惊咬炒龙筋 龙筋指的是猪眼睛上方的调眉筋 过去从来没有人拿来陆菜过 一只猪只要两条而已 在猪上岸我长出一只猪眼睛 我在餐厅里面 他们都不要了 就能够拿回来自己吃桌看看 对 成为我的四方菜 猪条梅筋用水汆烫后 加入切成条状的彩胶 再拌入独家自制XO酱 然而即便好料备齐 没有精湛炒工 这些特殊食材 也不过就是普通菜肴 我炒菜该大火的大火 该小火还是小火 一个火来炒东西永远都不好吃 该小火要慢慢炒 就是慢慢炒 对 快要起锅这一沙拉的时候 实际上要大火炒 才会锅香味 12岁入行 从打杂工熬到出师 过程不容易 中间跟过不少师傅学做菜 40年的经验内化成深厚厨艺 然而技法食谱对他而言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还是对料理的情感 我们这个老师傅炒菜 一定有他的感情在 有他的思想 我觉得做菜的态度最重要 你才会 心态里对 你做个盆菜出来 一定是对 你会放感情在一个菜上 即大江南北菜系精髓与一生 让陈伟强曾经获得两岸十大名厨的殊荣 以及世界厨神的美誉 但这些都比不上对于新奇食材的着迷 你这个龙筋你丢在地上 你根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你也不会拿来去炒 但是你要没有严发精神 那个时间你做好 这个食材是很好吃 对我来讲的是 我种落头都没有那么开心 其实我在台湾我严发很多菜 龙筋啊 乾坤袋啊 之前所做的一道肉啊 我是希望用台湾的食材 因为台湾是一个饱饱 水果啊 蔬菜啊 我都觉得它做得还不错 就是鱼叶啊 农叶啊 都蛮好的 经典招牌菜咸汁鸭 用的就是台湾在地的宜蘭鸭 而且重量限制在一台鸡 只能生长28天的小鸭 当初为了打动鸭伤 陈伟强耗费苦心 本来它两大以后 它算公司卖的 它小鸭子它不送 它不卖给我 后来我就带到它差不多一年时间 老一辈的人都是比较固执的 所以我就向它太太去找手 一个礼拜我就送那个 送那个甜心给它吃 我送我一个月 我要担保了500只鸭 后来才答应我做这个小鸭子 先知鸭做工反复 光是腌制就必须耗费两天时间 鸭肚中的腌料 更是两位主厨试了多次 才调配出来的黄金组合 麻酱啊 海鲜酱啊 蓝油啊这些酱料来 都能够吃到腌制的 还有这些农养的 农养的方法 本来有想塞一些那个什么 弄一些咖喱啊 或是弄别的口味 但是还是始终 跟那个黄式烤鸭做法一样就好了 它做出来如果味道OK的话 就对口味最重要对嘛 对的时间我就 就采拉它的口味了 彼此相信合作无间 创造出正殿之宝 一道鲜之鸭 蕴藏着两人的完美默契 以前跟他合作八年了 我学的东西跟他学的东西 大家师傅不一样 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一样 最后是我们老板 或者鼓军尼来裁判的 不管是水草 不论底下贴着贴着 哎 怎么样 吃完再说吧 太多是水草 是怎么 是水草的味道是怎么样 他做菜比较坚持 要求上面的朋友 比较严谨 对 因为我有时候我比较忙 人的体力也有限 所以 现在这边 譬如他有米其林 米其林来的 通常我就 不管他了 就等他自己的主法分 而两位主厨 对于拿下米其林三星的关键默契一致 团队啊 整个另外一层的合作 老板的支持 这个很重要 也不是个人的风格 也不是你个人主义 或许我请陈泰隆来 或许我自己来 处理就可以拿到三星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团队合作精神是最重要 将摘星关键归功给团队 两位主厨 千虚踏实 做出最好的料理 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然而即便炒遍各大菜系的菜 最爱的还是广东菜 他的做菜的方式是真的很奥妙 很博大精神 那个是估计否定的 广东菜就是他有个特点 譬如这个东西是臭的 譬如好像猪肚有个味道 他可以把猪肚的味道去掉 灌一些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下去 这个是广东菜的精神所在 找回源桃路了 对啊 用成童的 还没有考虑 做另外一些菜 切餐就当然搭巧克力就好了 定居台湾三十多年 在此成家立业 娶妻生子 港味主厨都说自己是半个台湾人 摘星之后他们更加努力 除了是对于这份荣耀的负责 更多的是想要守住粤菜的好味道 坚定训练成就不凡 继续来看这家也荣获米其林推荐 餐厅接班人有着一手料理好功夫 而这几乎是靠自己摸索而来 父亲在他十八岁骤然理事 他放弃最爱的体育 跟妈妈扛下店面 从最基础的面皮开始学起 进而改良再提升 让一度面临危机的餐厅起死回生 不仅守住父亲一身心血 也大方传承培育后备 我们这个鸭外层一定要靠外 你看我是用木炭烤的 所以早上来先升炭 升火大概有三十分钟 到一个小时时间 要让那个火焰起来 这就是我们风干完 已经干掉的鸭子 大概要六到八个小时 炒要烤一个小时 看火焰的大小 有时候天气冷 那个风进不来 它没有对流的话 你可能要烤一个半小时 你烤到大地五十分钟的时候 所有颜色都上了 然后它的鸭皮跟肉 都已经分开了 烤鸭好了 烤鸭好了 我们切鸭 我们这个宜兰鸡的 我们自己切的 烤客的新花 随着烤鸭的到来而展开 片鸭秀在桌边上演 取下片片油亮的鸭皮与鸭肉 有没有人要吃整只鸭腿的 整只鸭腿的 整只鸭腿的 不用 要把你切开了 鸭肉边切边窜出热气 片鸭的清脆咖子声 点通了涛客食欲的穴道 这个头 这个屁股 你好 肩鸭好了 这是皮带肉的地方 屁股 片鸭秀 杨天玲一天得上演个好几场 不要看他现在下手毫不迟疑又俐落 两三分钟就能片下胸腹最精华的 三十六片皮肉 初登场时 坐在烤鸭摇滚区的涛客 感受到的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很紧张 手脚都在发抖 有个小姐回头跟我讲说 有现场切鸭秀耶 结果我手一划把所有的汤汁都喷到他脸上 欣赏料理鸡法不成 反被鸭油肉汁喷了满脸 当下才二十岁的杨天玲 还是得忍住心中慌乱完成工作 不让爸爸一手创立的烤鸭店 在他手中砸锅 现在要放鸭子按摩一下 脖子这边把漆灌满 以前用嘴巴 后来量太多了 整个早上吹下来 头晕脑胀 没办法上班 嘴巴吹是 你可以把它吹到最薄 又不会薄 你如果用机器吹 它如果一干过头 可能就会破洞 会爆掉 它会消风 就没有办法再涨了 吹胀鸭身的步骤 有了机器代劳 虽然不用再吹得眼冒惊心 但又多了新的诀窍要注意 我们手也是拱住它所有的空隙 它有地方漏风也要去塗 它这个皮已经裂开了 它的那个吹得太大 这样一张开 等到你烤的时候 这一块就会焦掉 你的嘴巴吹就不会 因为手会抓住这里 现在我们要烫 要定型 温度太高或者是烫太多次 它那个保护膜就被你烫掉了 所以上面这一块 你只能烫 六到七次 那你烫得太多 上面就会先焦掉 下面颜色还不够脆 所以你看我的糖水 也是下面 从下面开始 把两个翅膀撑开 就会把这边都会风干 你如果把它放着这样 它这一块就没有办法干 成功的鸭皮 要酥脆如饼干 才是它心中最完美的口感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风干 再冷却整天 一放进热炉 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 每一刻都关乎成败 我们这个炉子 控制火焰的地方 就在这个口 闷在里面的时候 它温度会不够高 压就会上面脆 下面不脆 然后你如果全开 它火焰很强 那火焰会打到这个顶 然后这样下来 上面会焦掉 下面不脆 想要完成揣摩 父亲那一辈留下来的口感 不容易 特别是对于 当初被赶鸭子上架的 杨天麟而言 面对着热鲁的摸索之路 可外艰辛 它关脆酒是跑脆不脆 想说我爸也给我很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就已经身体不太好了 所以他就有点着急 因为他会的我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所以他很急着想要把我推上去 像烤鸭他说两个礼拜 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定一个礼拜 对 你靠山已经可能身体不好 他可能以后会离开你 所以你靠谁都不信 你只能靠你自己 十八九岁 父亲的纵然离世 让他被迫一夜长大 跟妈妈扛下了店面重担 在艾娃的年纪 想着的却是怎么将师父的功夫 全学起来 我擀的时候把它擀开 它麻油的香味会封在两张饼的中间 机器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这么有技 你用机器做的话 出来皮非常厚 它吃起来 客人吃起来就通通是面粉 一下翻过来 这样擀 你两张出来的饼 都会一模一样大 荷叶饼是他刚进入厨房时的第一份工作 各种Q镜 机器取代不来 所以到现在都坚持一如既往的手工揉捏 不只考验着年轻小伙子的恒心 还要绞尽脑汁 想着如何让自己再进步 学捏花 早上自己都做完了 拿一块面粉在他前面捏 那看一下看两下 看第三下也受不了了 他会先把你骂一顿 你怎么那么笨 我跟你讲你应该要怎么做 那这样就是你偷学到了吗 荷叶饼 葱白 甜蜜酱 烤鸭三巨头汇集 一段葱白 一抹酱 一片鸭皮 一片肉 这是灯上必比登的滋味 是当初他揭手后 意料之外的光景 老板娘你好 你好 你好 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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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菜 十五六岁就跟他来菜市场 跟着他 他也没有多说就跟着他旁边看这样 光菜市场是曾经的父子日常 爸爸的叮咛却在他临世后 才更深刻回荡在耳里 他跟我讲 有的时候 多失败两次才会知道 你回去把它切开来 有些烂掉 有些是不能用的 那你自己每天来每天来每天试 就会知道了 你的手拿起来 这两颗重量就会差很多 这一颗比较结实 比较饱满 离世前 爸爸为他搬了个台阶 铺好退路 但爸爸奉献一生的店面 他不甘愿轻易放下 只是两年一到 爸爸的预言果然成真 他说你大概两年左右 这些师傅们 你可能就管不住了 毕竟你那么年轻 那他就给你选 不然两年到了 你就把 店收了 把店卖了好了 然后去外面找个工作 然后就是正正当当的火下半辈 一压萝卜丝饼 汤汁便鼓鼓流出 要料理美味 却连左右咸淡的大全 都像被自身师傅勒住脖子般不自由 今天吃的味道好好吃好鲜 他可能现在觉得有点咸 他会说 他觉得味道是这样子对的 可是我已经收集很多客人的意见 他都建议我们 稍微淡一点 他说我在炒菜的时候 你都还很小 对 我在你 我在你爸身边做的时候 你都还十几岁而已 就是你不懂 他年纪虽轻 却也有当老板的果断 磨合不来的师傅 只好让他离开 二十年过后 师傅早就不知换了几轮 但还是有一路相挺的师傅陪伴在旁 我要反过来切吗 不要 因为在前期一点没有关系 林师傅跟杨天琳爸爸有深厚交情 看见好友的孩子有难 立刻伸出援手 我来这里了 二十几年 上桌酒的时候有一个感觉 超感动的 中间有回去开杂货店 那前几年有一段时间 我过年前有一个师傅突然不能来 那师傅就外面直直回来帮我 好 香料 豆干是花生 香油 诚意十足的两拌菜 高丽菜丝搭配醋的酸香 加上画龙点睛花生米 这道小菜是上桌起手式 吃的是开胃 还有一种习惯 本来都有送 他今天来吃没有送 那来跟你讲 是白菜涨价了 还是老板换人了 所以我互定没有停 也客人一个杂比斯的感觉 这是什么 胸膊常听招待的 招待冷盘 成了另类识别症 熟悉的老客人 不变的好味道 都是他想珍惜的一切 像这个都 这个可能都还要再吹薄一点 你要趁烫完之后 还湿的时候 这个大的 小的都要把它 趕快把它拔掉 要不然你现在拔 拔下去它就一个洞 你来试试看它的温度 一定要到这个地方 打到这个盖子 从旁边下来 它才会 温度才会均匀 宝丰是父亲遺传的海派性格 杨天龄不怕功夫被学走 反而亲囊相受 在这里 没有什么叫做看薄 我们现在新的团队来 已经不像传统式的厨房了 我们现在是 坐下来 有事情大家坐下来讨论 你要跟他讲道理 对 你要让他幸福 而不是说我年纪比你大 年质比你高 你就要听我 以后的餐饮的生态 可能不是像我们以前 传统餐厅这个样子 我们会 就像时代不一样 慢慢变慢慢变 那这些年纪人的想法 跟做事的方式 就是我以后的借金 烤鸭油亮的油脂 勾人食欲 背后有着不服输 不甘愿屈服的意念 当被迫快速成长的当下 杨天龄用积极态度去面对 找对的方法 做对的事 下定决心终能达标 稍后来看另一位米其林强选君 做菜吃起来很雅 雅致 让你吃起来很舒服 我们常讲的两清一清 清油 清酱 再加清淡 你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但是呢 要食之有味 每天进来 你就不会想要离开厨房 我觉得在这个厨房里面很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那一种快乐跟亲和感 我在做菜我是菜的 我自己在厨房里面 或做这道菜的时候 个人是比较投资 也比较放感情 杭州名菜数百年历史 一盘菜 一个故事 一个传说 这位主厨 善于将故事融入料理中 再以创新手法 妇科杭州菜精髓 也带领团队连续三年 拿下米其林一薪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他并非餐饮科班出生 而是32岁参加职训计划才入行 从小学徒晋升到主厨 中年转职成就非凡 其实他从小就有厨师梦 极经波折不放弃梦想 终于成功圆磨 常做菜吃起来很雅 雅致 就是让你吃起来很舒服 我们常讲两清一清 清油 清酱 再加清淡 你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但是要食之有味 脆口檀牙和虾仁 搭配新鲜龙井茶叶 滋味淡雅不腻 吃得到食材原味 我们一直坚持也一直维持 都用白虾来做 才符合它的口感 跟它的龙井味道可以比较 match 一公斤七颗蛋白 造就了它的成果 虾仁下锅前 得先用蛋白打浆 必须打到像蛋高程度的发泡 藉由蛋白撑开虾仁阻汁 让空气进入阻汁里 口感更脆 我将一次十公斤的虾仁 大概要耗费一个钟头 都完全靠手去拌 拌它 就是说这样拌着 破着 所以要在同一个方向 必须去做的时候 去拌的时候 虾仁容易碎掉 那你碎掉的时候 你炒出来的虾仁呢 就会碎碎的 像我们现在在江 假如是你的静 或者是你的 施力的那种方式不对 虾仁容易碎掉 巧境甚满力 也像是打太极 借力 齿力 为了呈现经典杭州菜 阳光中讲究细节 注重手工 在乎传统 就是用茶叶 用绍兴酒嗆锅 最早把茶叶入菜的一道菜 前龙皇呢 出行的时候呢 那个绣袍里面呢 放着那个龙顶茶叶 因为掌柜的呢 在炒一个青草虾仁 店小二呢 拿着茶叶要去弃茶 看到他的绣袍里面是龙袍 吓了一跳 然后就是赶快跑去跟掌柜讲 结果掌柜一慌张 把那个茶叶呢 就撒到了那个虾仁里面 那点不回来啊 他就把这个茶叶呢 干脆就炒进去了 杏首年来都是典故 阳光中的食谱 大多是只有文字 没有图片的古籍 当一个人在叙述 他的这道菜的过程 对这道菜的那种情感 会更丰富 更能够去了解他的缘由 再把他从里面有一些 些微的做工里面呢 去做一些调整 乌溜溜高档刺身 翡翠绿酱围绕 碎花点锐 宽如一幅 湖中之岛 血液化 富科经典的老菜 阳光中 花灰巧思 清除于蓝 一般来讲呢 我会把乌生呢 把它烧到剩下的 寿司那个酱汁 就是它本身的汤汁 但是整体上都黑的 在做改良的时候 那我就想到 葱的香味可以留下来 那为什么不是绿色 将地瓜叶结合葱绿 葱白打成酱汁 味道依循传统 视觉呈现上却别出心裁 我拿了两三个植物来试 比如说我也拿过青江菜 因为我会先从手边上取得的东西来试 但是青江菜本身它的那种草青味太重 那我也曾经拿芥兰 菠菜我也用过 我那时候又刚好去看市场 就去抓地瓜 试试看地瓜也没有什么味道 它的味道很淡 所以我就 它本身又这样黏黏的 那所以我就把它拿来试试看 身为饭店总主厨 食材货源总能自动送上门 楊光宗还是坚持亲自走逛市场 并且乐此不疲 我们自己挑的东西 我们比较了解 今天厂商送来的 它可能连梗都很大 梗都很粗 我要做那个寿司我只有用到叶子 在这边它就比较多苗类 所以我逛市场就会看哪些食材 还有去了解它市场的汤味 有卖哪一些 当你食材在面对它的时候 你会增加很多的灵感跟想法 用在地食材呈现杭州菜 生获各界肯定 也让楊光宗与团队 连续三年拿下米其林一心殊荣 我常常在讲说 只有传统没有正统 因为正统的东西可能不适合现代人 应用了台湾当地的食材来制作 其实更贴合了我们现在台湾人也好 或者是我们现代人的饮食习惯跟风味 其实这是在每一个菜系里面 不管是每一个年代 它的变化 它的那个都是因应的这个潮流在做 底蕴身后的宅型大厨 并非少年习义的本科生 而是32岁那年二度就业 透过职讯中心 以素人之姿从厨房学徒做起 大概七年成为主厨 那这过程里面呢 后面人家说师父临近门 修行必须要靠自己 因为我们的门槛设定到40岁 所以呢 我想要在这短短的七八年 能够吸收能够学 尽快吸收尽快学 所以我会利用空班时间呢 我像打鱼丸 我一般年轻因为那个很麻烦 所以老实讲以前的年轻一倍 他们不太想做 但是我都会捡起来做 杭州八百年老菜送扫鱼羹 结合嫩如豆腐的杭州鱼园 做法废公 从全鱼开始就是一连串的磨练 我在做事情呢 比较没有像一般的始作 我假如是说我练 我在切这个鱼的时候 我去了解一下鱼它的结构跟纹路 然后呢 再去看怎么下刀 可能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也到一个年龄层 成熟度也够 所以想的东西不像年轻那时候想的 思维上会比较细腻一点 在这里我反而不排斥说 年龄比较长得进来 年龄晚同期一倍 努力就得更加倍 空班时间别人拿来补棉 阳光中却是买手做点心给师傅试吃 每天进来你就不会想要离开厨房 我觉得在这个厨房里面很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快乐跟亲和感 从砧板这样看到整个炉子的时候到森笼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感觉到很温馨 而且呢让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间跟很多的想法会一现 那你人呢会变得很近 对料理的热情 那边先出烧腊 烧腊那段时间里面的确做得也很快乐 对 因为很多师傅说 来有做半天的做一个小时就不见了 然后看到我一做三天没有跑 然后就这样子做下去 正当自得其乐于工作之中 一场无防的火灾意外 让杨光宗人生转了一个大弯 那个火已经到天花板压下来 火刚好往你身上跟墙壁喷 那时候呢我是整个脸是全部都肿 拿起水泡的 我第一个念头呢 只有想说事情既然你这样子 不要让家里面知道 生怕家人担心 杨光宗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厨房 做过各式各样工作 甚至到工地监工 开杀屎车 最后进入贸易公司 我在那边待了大概六七年有吧 那过程里面就领略到 我好像做起来不是很快乐 虽然心思很高 我在做菜我是快乐 我自己在厨房里面 或做这道菜的时候 我个人是比较投入 也比较放感情 客人可以吃得到你的 你的那一颗心情 他可以吃得到 绕了一大圈 杨光宗最终 还是放不下 对做菜的喜爱 回到厨房 如鱼得水 25年来 从未离开过 这个培育他的摇篮 现在更为了预裁 不遗余力 起的时候 只要你在站爐子 没办法拿 里面有发这样 常常这样 所以你要靠爐子 爐子 所以你要水会让它回润 让它起 而且体格油太多 店门遇到油 它就排水 关节要放松一点 不要放太多 不然的话很容易受伤 你看 像一般我在打 我是五手 但是我的手掌 但是我不会这样子 这是初期 但没有的时候 我不是单独用手 用手的话 你的手 所以我们都是身体在带动的 我们航州鱼园 我们曾经在几年前 有断过 我就觉得这样不行 后来我把鱼园 这一道鱼园的菜里面 我把它放到菜单上面 我希望里面每一个进来的学徒 都能够学能够做 所以我要求进来的基本功里面 就是要学语言 这个记忆呢 当流失掉的时候 可能就没人做了 那哪怕说今天在这里 五个六个十个学了以后 到外面去以后 他还可以做哪怕一个两个 那都是用传承 怀抱热情 一肩扛起传承重任 阳光中的杭州菜 滋养的不仅是口腹 还有那流传百年 淡雅细腻的饮食文化 坚持才能获胜 稍后来看 连续四年荣获米其林推荐 台湾唯一 当然一开始一定碰壁 我爸爸一定是不同意的 妈妈也不同意 努力了大概三四年以后 我妈妈也开始吃素了 那我又跟妈妈 一起再努力了大概两年 所以总共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才改变了我父亲 对于开素食餐厅的一个动机 吃素的人口总是少数 那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吃素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想要去挑战的 每年用许多餐厅人获米其林推荐 这家特别不一样 唯一家蔬食餐厅 而且连续四年荣获推荐 这女老板15年前就力推蔬食 她不长厨 凭借着绝对味蕾 翻转素食刻板印象 她也穿菜发想 但是厨师呢都混是出身 不止一次带着店里头的师傅 远赴四川考察 更力求食材的天然与变化 中西合并 迸发出创意料理 她不希望为了吃素而来 而是因为美味 她确实做到了 一道道引人垂涎的美传 如果不说近乎难以察觉 桌上的佳肴全是蔬食料理 打造美味的基地 全藏在北市的巷弄里 好 嗨 麦克老师好 美鳳好 两位漂亮的女士好 我 我 我 好 好 TRACY姐 TRACY 不要姐 沒有啦 開玩笑 今天那个宝汤 看你们四神 它是比较去湿去灶 就是这种天气 比较湿热 所以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水气 那去湿去灶 它就是会 艺人它就是有这个功效 以川式蔬食为主轴 连续四年 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中午用餐时间不到 餐厅内涌现人潮 即便是在疫情梅花座的限制下 仍挡不住掏客前来品尝 豆干横切薄片 直刀切丝 高山白菜取出菜心后 切成不到0.1公分的细丝 俐落刀法展现精湛刀工 单纯的只有就是这个白菜心 跟豆干丝很单调 那可以用什么样的元素 来把它变成是一个中西合并 制了好几种的不同的佐料 突然有一天我们师傅就说 那来试试看 意大利进口的松露酱怎么样 大胆尝试 中西合并 厨师与吴慧品的灵感 激荡出这道独特的凉拌菜品 不只要求厨师在刀工上下足功夫 他也经常在厨房来回穿梭 确保内外厂的服务 维持一定的品质 空班的时候这个水质什么的 都把它擦干净 这边都进空 然后盘子把它整理干净这样子 二十多年前 吴慧品从美国返台 因为宗教信仰开始如素 却总是吃不到 理想中的蔬食料理 为什么没有一家素食 是能够让我每天吃 或者一个礼拜去吃好几次 然后是一般的家常菜 或者是跟朋友或公司聚餐 也可以很丰盛的一桌 都是蔬食料理 那我就想 那我们家里的人都喜欢 比较重口味的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来 成立一间蔬食 万事起头难 光是要说服 经营三十多年婚食餐厅的父母 忍痛结束 从年轻时期打拼的事业 就是一大挑战 当然一开始一定碰壁 我爸爸一定是不同意的 妈妈也不同意 因为爸爸他也没有接触 就是宗教 那他也没有吃素的习惯 他会觉得第一 你就是迷信嘛 为什么一定就是 一定要做素的 为什么一定就是要结束婚的 那我试着跟父亲沟通 努力了大概三四年以后 我妈妈也开始吃素了 那我又跟妈妈一起 再努力了大概两年 所以总共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才改变了我父亲 对于开素食餐厅的一个动机 说服父亲如愿创立 也从家人喜爱的口味出发 定调为川菜蔬食料理 但没有素食经验的厨师 犹如没有子弹的勇士上场打仗 这对吴慧平来说 又是另一个考验 父亲就想到以前他的员工里面 有一位他是做川菜起家的 那我们就联络那位师傅 他也蛮可爱的 他就说可是我没做过素食 怎么办 那我就很天真的告诉他 那你就把动物性的成分 改成植物性的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说 有哪些食材 那时候真的很天真 就想说就是听话就对了 有了愿意一起努力的厨师 吴慧平加紧脚步 积极开发川式蔬食菜单 认同素食理念的妈妈 就是她的好战友 前往四川观摩学习 知道麻辣水煮牛 就是远赴取经加以改良的成果 在四川料理里面水煮 有水煮牛 水煮鱼 这个都是喜欢四川菜的人 可能就会第一个就想到水煮 那素食可不可以也做水煮呢 当然可以 我们就是用植物性的 譬如说豆皮 还有一些就是飞机改的大豆 蛋白所做的是这个素肉 来带起原本的里面的食材 麻辣水煮牛的精华 在于这数十种的香料 尝试熬煮炖出的麻辣高汤 同时配上豆芽 木耳 豆皮 最后淋上滚烫的油汤 油声自自作响 轻快飞舞 近在眼前的视觉饗宴 完全体现川味的麻辣香 去四川成都那边去找一些辛香料 然后就试了几家川菜 那就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台湾我们去了很多素食的餐厅 都没有这样子的料理 对台湾的顾客来讲 可能会觉得这道菜比较重口味 但是喜欢重口味的人 他们真的是爱不释手 了解荤食者吃全素的困难 吴慧萍将川味家常菜的公保鸡丁 纳入菜单中 不以传统塑料代替 而是选用非基改的大豆制品 鸡丁入口同样也有肉品的厚实感 很难用语言去表达 反正就是吃起来很像鸡肉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吃完以后 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或罪恶感 因为是塑料 十几年前的话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塑料 都是以面肠或者是香菇 或者是菇类来代替的 大豆制品它本身就有一个豆类的味道 它是圆形的食物 那再加上以前可能素食用的油 它必须没有动物性的成分 它必须要用很多油来烹调 所以会让人家感觉有油耗味 还有豆类的制品的味道 所以一般人会比较排斥 但是现在科技很进步 很多是非基改的大豆制品 它们不但是有蛋白质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 让人觉得好像真的在吃动物性的肉 随着如数人口日趋增加 非基改的大豆制品逐渐兴盛 原先五花八门的荤食料理 在经过吴惠平的巧思运用下 摇身一变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 没有亲自品尝 光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是粗食料理 料理其实它的发想是 一般荤食有那个螺肉 因为菇的口感是会有点比较Q弹 所以那时候是想说 怎么样的料理可以非动物性的食材 然后来做成像 吃起来像炒螺肉的那种口感 全用口感Q弹的杏鲍菇 透过人工波斯卷形后再油炸 酱汁与九成桃的香气 巧妙融合 香气四溢 曾经听到吃素就逃跑的朋友 也在吴惠平慷慨分享蔬食料理后 开始愿意尝试改变饮食习惯 以前的同学也好 他们一听到吃素都说 不要 我不要吃素 因为他们觉得吃素 对他来讲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于是我就想 怎么样能够鼓励他们 那我就干脆就是邀请他们来 吃过我们的料理以后 整个都是大翻转 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感受 都是跟以前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照顾身边的所有人 然后从自身做起 我自己也觉得吃素 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害羞的 有些人吃素 他是要一个人吃 或者家中 可能就一个人独立的地方吃 不需要吃素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被婉拒的情景和对话 不计其数 正如同创业初期的门可落雀 员工比客人多的日子 维持好长一段时间 刚开始经营素食 那也没有经验 那想说去哪边找客人呢 因为开店都是需要时间去熬 所以我记得我们刚开始 每天客人来客树都是很稀稀落落的 那时候是蛮担心的 这些挫折与挑战 将吴惠敏的心脏越磨越强壮 也让成不看好的爸爸福气了 一开始很多事情他也是说 我不想管你们 你们自己去弄好了 对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业绩慢慢上来了 他也有了信心 然后他也觉得 嗯 这条路 我女儿建议的这条路 应该是没错的 获得爸爸的认可 让吴惠萍更加坚定推广蔬食 原本臭气满意的料理 经使用蔬果发酵的豆腐后 气味不再刺鼻 蔬果腌制以后 他会比较清爽 那个臭味比较不会 就让人家不能接受 而且他吃起来比较绵密一点 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 吴惠萍点滴在心头 却不见他有任何想放弃的念头 或许是心中 对于推广蔬食的使命 敦促他更积极迈开步伐 勇敢向前 吃素的人口总是少数 那怎么样能够吸引 更多的人来吃素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 想要就是去挑战的 也希望说因为 现在的素食跟 往年传统的素食不太一样 能够吸引更多不吃素的人 也可以来接受素食 脚踏实地 用心耕耘是吴惠萍数十年来 推广蔬食的不二法则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是成功必要条件 我是李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